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海域发生了9.0级地震,刷新了日本有地震监测以来的最高记录,同时强烈地震引发了高度超过10米的海啸,巨大的冲击力给日本东北部沿海城市造成了毁灭性破坏,致使2万多人遇难或失踪,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这便是震惊世界的日本311海啸灾难。 今天我们将从地震发生的原因,以及海啸发生的全过程,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大地震引起的伤亡,反而没有海啸来得强烈,同时,在沿岸海防的重重防护下,为什么海啸却依然这么凶猛? 好了,我们先从地震发生的整个过程讲起,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多火山地震的国家,它位于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之间,太平洋板块每年向亚欧板块下挤压8厘米,和人们手指甲的生长速度差不多,同时不断扯动亚欧板块, 几个世纪以来,日本周围的板块在这种拉扯下持续了几十上百年,积累了巨大的能量,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这种压力终于达到了临界点,上层的巨大板块突然回弹,其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00万颗广岛原子弹,震波瞬间辐射开来,并以每秒6公里的速度传播,日本的监测系统立刻感应到了地震波,几秒钟内,通过各种渠道将信息发送给了民众。 警报系统启动的同时,震源100公里外的海滨城市仙台已经有了震感,突如其来的地震时这里变得一片混乱,地震波继续向前推进,冲击了震源西南方150公里出的福岛核电站,这是一个有着6个反应堆的老旧核电站。 好在警报系统及时关停了反应堆,但是反应堆却需要冷却时间,在反应堆关停之后,应急柴油发电机启动,向堆心蹦入冷却计,复道核电站扛住了地震的袭击。 但是还有个大问题,它离海岸只有几步之遥,在断层线滑动100秒后,地震波变抵达了东京,整个东京开始剧烈摇化,地板开始出现裂缝,地面被挤压之后,地下水被强行挤压到了地表。 尽管是先收到了地震警报,但事情大大超乎想象,强烈震动出乎意料地持续了5分钟,要知道汶川地震的持续时间约为2分钟。 这次地震的猛烈程度可想而知,许多地面下沉了1米,整个日本岛向海里移动了3米,虽然事后检测到地震的震级达到了9.0级,但地震的中心位于仙台港以东130公里的海底深处,远离人口密集的大陆,同时得益于先进的预警系统,以及日本建筑的总体抗震等级比较高。 这次地震并未对日本造成多大的危害,但在地震发生的同时,上层巨大板块地突然回弹,将近100亿吨的海水瞬间抬起,巨大的波浪迅速扩散到整个海洋,与普通波浪不同的是,它更像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虽然只有一米高,但厚度却有100公里,并且速度达到了每小时800公里,开始猛烈地冲向日本和太平洋沿岸,所有日本人都明白,更糟糕的事情还原味道来,距离海啸的来临只有几分钟了, 现在的问题是,有多少人能及时逃生? 你将看到的,不是特效动画,而是真实发生在日本的特大海啸,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了离世9点零级地震,半个小时里,巨大的海啸便侵袭了日本东北沿岸,冲击海岸的海水大约有100亿吨,相当于100万个标准游泳池的水。 在地震发生了15分钟后,海啸首先袭击了距离他最近的仙台市,这座城市周围大部分都是平坎的耕地,因此,海啸上岸后几乎没有丝毫的减速,并且瞬间就淹没了刚建成不久的机场。 海啸猛烈地冲击着低洼地区,直到遇到高地之类的才会停下来,但海啸不可预知的随动性,当海水直冠进来时,根本没法拦截,整座城市都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 接下来,海啸又袭击了距离镇中以北180里处的宫古岛,他先是以排山倒海之势重垮了海防攻势,而后便以每秒10米的速度,疯狂地灌入城市内部的街道,在其巨大的动能面前,所有的一切,根本就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无论是小型汽车还是重型卡车,都如同玩具一样被洪流挤成了一团,随着洪水中的杂物越积越多,他们在随波飘荡的同时,又彼此猛烈撞击,使海啸的破坏力也变得越来越强。 此时的洪流就像一台巨大的混凝土搅拌机,开始猛烈地冲击着周围的建筑物,许多房屋直接被冲走。 可能有人会问了,这里有近10米的防波堤,面对10米高的海啸,为什么却没能成功阻挡? 实际上,猛烈的地震是海岸线下降了一米之多,给海水的运动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海啸变得更加放肆,它基本上填补了陆地下沉造成的空隙。 很多村庄完全被淹没,没有一个幸存者,但显情最严重的,还是已经关停的福岛核电站。 虽然守住了地震,这里也有6米高的防洪堤,但现在下沉了半米之多,它又该何去何从。 地震发生40分钟后,第一波海啸便抵达了福岛核电站,海水冲毁了防洪堤,这些防御设施员使设计能够抵御6米的海啸。 而当天袭击电厂的最大浪潮达到约14米,海啸浪潮深入到电厂内部,淹没了冷却堆心的柴油发电机房,并且和电厂的直流供电系统在被水淹过后,也遭受了严重损坏。 仅存的一些蓄电池最终也电力耗尽,现场操作员面临着电力供应中断,反应对一控系统失灵,厂内厂外的通讯系统受到严重影响,等不可预计的灾难性情况。 而且只能在黑暗中工作,事故影响超出了电厂设计的范围,也超出了严重事故管理指南所针对的工况。 由于堆心丧失了冷却系统,福岛核电站的一、二、三号机组迅速升温,最终引发了一系列爆炸,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摧残和蹂躏,日本的东北沿海地区已经是满目疮痍,这场突如其来的恐怖灾难,在短时间内造成了大约11,232人遇难,16,361人下落不明, 直接经济损失更是高达2000亿美元。与此同时,在十年后的今天,由于海啸和福岛核事故,目前仍有五万人不得不过着疏散在外的生活,灾难无情,人间有爱,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永远都是最渺小的,我们回顾这场百年不遇的浩劫,无非是想穿越灾难,彼此共勉是二个字,善待自然万物,常怀敬畏之心。 この度の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は不災な状況に深く心を痛めています。 地震や津波による死者の数は火を追って増加し、犠牲者が何人になるのかも分かりません。 日本人が取り乱すことなく助け合い、秩序ある対応をしています。 これからも皆が愛携え、いたわりあって、この不幸な時期を乗り越えることを忠心より願っています。